好,那关于单量表,咱们刚才在上节课当中已经跟大家说完了 那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咱们这些代码当中有没有说可以优化的地方呢 有吗 先看一下啊,我们写出来的这个代码当中 我们主要关注在哪,关注在头差尾差,就是说添加以及删除它的时间复杂度到底是多少 看一下,先看一下,在任意的位置上面去添加元素 先看这个,在头部,在头部去添加元素的话,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是N吗,看一下,这段代码,这是代表在头部添加元素吧 你看这里面有循环跟N相关的吗 没有吧,也就是说,这时候头差法的话,它的时间复杂度是O1吧 那你想之前我们写的这个顺势表的话 头部插入是几,是O1吧 对吧,看一下,在头部插入的话,是O1 链表是O1,顺势表是O1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往后看 对于链表的尾部插入呢 尾部插入呢 看一下52堂这边 是不是我要找到尾部啊 找到尾部我就需要从头到尾变了一次吧 找到尾部 那你想关于尾部添加的话,应该是O1吧 而对于顺势表呢 对于顺势表的话,我是不是一次性就定位到尾部啊 对吧 所以他们这两个,你看是不是反过来了 然后紧接着看一下 我在中间的指定位置上面去添加元素的时候啊 在中间指定位置上面去添加 它的最坏时间复杂度是不是就是在指定的是尾部啊 对吧 所以在中间这边 你往后想 中间的话就是相当于最极限的情况下 就是尾部的前一个吧 尾部的前一个不就是相当于是N-1吗 N-1是不是就是O1的 对吧 所以对于链表和顺势表来说 在中间或者说是在指定位置上面去添加元素的话 它的时间复杂度 最坏时间复杂度都是O1 然后紧接着再看访问元素呢 访问元素的话 在这里面类似于我们这个查找吧 你要定位到那个元素上面去吧 对吧 或者说是看一下 我们在去指定位置上面去添加元素的时候 这一pose是相当于是坐标吧 我为了找到这个坐标 我是不是需要便利从头找到那个位置上 对吧 所以你看访问元素 虽然说我们没有去写根据下标 但是在指定位置上面去添加元素的时候 是不是用了这pose下标啊 在这里面就实现了这个访问的 所以对于链表来说 它访问元素 看一下 在链表当中 我为了访问说是012 访问这个2号 我是不是从头去找到2号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它的时间复杂度 最坏时间复杂度就是O1 而对于顺势表来说呢 之前他们说 是不是通过一步计算就直接定位过去了 所以它的时间复杂度是O1 然后对于链表来说 咱们所写的这些过程 跟顺序表有一个区别 就是我不能一次性的定位到那个位置 而是说为了找到pose 这个下标 我就必须得从头往后找 才能找得到吧 这是链表所决定的 所以说在我们的代码当中 你即使说再优化 也可能只是说减少一些变量 而对于你的时间复杂度 就必须得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是链表的特性 所决定的 链表的话 它只记录头节点 你为了找到其他节点的话 就只能从头往后顺序去走 这是对于单链表来说 我们提出来的 你要关注到链表跟顺序表之间 它不同的操作上面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必须要知道 然后呢 那我们说了 既然说女员有了顺序表 访问元素的时候是O1 尾部插入的是O1 你换成链表之后 时间复杂度反而会提升了 会复杂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用链表呢 为什么还要用链表呢 为什么还要用链表 是不是因为链表的时候 它在去存储数据的时候 每一个节点之间 这节点是对应到内存当中的吧 内存是不是可以分散的 对吧 假如说你要存了一个巨大的数据 而这个数据呢 操作系统没有一块连续的内存 可以给你分配了 那这时候这个链表 是不是可以给你派上用场了 它能把整个内存当中 所有分散的 只要可用的 你是通过链表 是不是能够串起来 但是你要用顺序表的话 是不是就达不到这样的一刻效果 对吧 但是说这时候链表跟顺序表来说的话 你想就为了存储 一百二十三百四百 这四个数 那我除了原有的数据区之外 是不是还有链接区 也就意味着我链表为了存一百二十三百四百 它的一个缺点就在于 它是不是要把数据的空间要增大呀 除了原有数据 还要再存地址吧 也就是说在存数据的时候 链表会多占内存 但是它多占的内存 又是分散的 可以去利用内存 所以你在分析链表跟顺序表 它的优缺点的时候 怎么去分析 你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对比 也就是说顺序表的一个优点 就在于存取元素的时候 可以通过O1的方式 一次性定位 但是它的缺点就在于 对于顺序表 它的空间必须是连续的 如果说一旦动态的改变 我整个存储区 是不是都得改变 对吧 而且当我保存的数据大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连续存储空间 顺序表是不是就达不到要求了 对吧 而链表的特点就在于 它对分散的 或者是离散的内存空间 可以达到充分的利用吧 但是它的一个缺点就在于 你利用的同时 你额外的开销也是大的 而且说利用链表之后 你在存取元素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拿到O1的效果了 只能从头往后去变利了 对吧 所以对比链表跟顺序表 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 然后还要需要明确的一点 在哪里面 在插入这部分 就比如说 对于插入来说 大家看到链表跟顺序表 在任意的指定位置上面 虽然说它的时间复杂度都是ON 但是这个N所代表的你重复的操作是不一样的吧 对于链表来说 你的N花费在便利上面了 对吧 而对于你的顺序表来说 这个N花费在你的数据搬迁上面了吧 层空间上面了 所以它代表的操作是不一样的 这是需要大家知道的问题